市長今天來齁要跟跟你討論一下 這一個區間測速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市長 你知道超速這個是在這個 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第幾條嗎 超速 不管是在高速公路超速快速公路超速 還是說一般的公路超速你知道嗎 第40條 對 普通公路40條 然後如果是這個快速公路跟這個高速公路的話33條 那由哪一個機關來處罰 第八條的規定就是公路主管機關處罰 那公路主管機關非常清楚嘛 就是公路總局 那我節省時間我就直接把答案講出來 所以裁罰的機關就是公路總局 在直轄市政府的話就是直轄市政府的 他們設有裁決機關在這裏 對啦啊所以就是監禮所嘛 監禮站嘛 所以 但是這一個條文 除了直轄市以外 這個是直轄市 我要說的是說這個 這個法條規定非常清楚嘛 因為 這個69條到84條 這一些才是警察機關處罰 所以超速是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 然後就是公路總局嘛 呃 我們 是 公路主管機關啊 是啊 直轄市以外的 對 因為公路主管機關在這個裡頭 有所謂直轄市跟 好 那你看一下齁 今天剛剛局長就是講說 這個區間測速都不干交通部的事啦 齁那都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警察去 警察 地區警察設置的齁 然後補 延商引進 這一個區間測速的相關會議 公路總局回答是說 補助都是交通部 道安會那邊做的 公總沒有相關的 延商的這個資料齁 那你看一下齁 你可以 好 你看一下這個補助 區間的這個測速啊 花蓮陷阱局才這個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萬 有沒有 然後你的補助金額就是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的啊 剛好就這個錢啊 台六十一號 公總六百萬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養公處補助六百萬 一下面都不用再唸了 所以 都剛剛好 區間測速明明就是你補助的 你現在還剩這個地方的警察局 然後你都沒有責任 那我想要請教次長 到底 現在區間測速的問題嗎 現在區間測速的問題就是 在彰化的 彰化最近被撤銷了一千三百七十九件 那他說四月四號開始到四月二十四號 那之前要怎麼處理 市長 我現在就要問啊 之前要怎麼處理啊 因為你現在的狀況就是 沒辦法去處理這個部分 然後也不知道說這個部分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嘛 那你贊不贊成 這個局長講的 啊這都地方的 這個警察局的事情 跟工總都沒關係 我剛剛已經秀出來了 買的補助都是工總 都是交通部補助的 而且金額是一模一樣 我跟區長報告齁 速度管理在交通上 因為速度造成的傷害是V平方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 過去點的速度現在區間 它基本上就是 預防這個超速的行為 市長 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它區間測速儀器沒有納入法定度量衡器 這個速度計 那這個怎麼辦啊 他們現在 已經有測一部分 過去如果同樣這個測速儀器 有問題所 造成的罰單 我想這一部分公務組 你應該去處理 對啊 那現在的問題要不要全面撤銷啊 不然怎麼辦啊 因為他沒有納入法定度量衡器 我的天啊 他現在就已經每天都在開發單 然後從3月2號開始上路 那現在問題就是 沒有納入法定度量衡器的測速器 然後沒有檢驗的這個區間測速器 要不要全面停用嘛 我現在就是要問次長啊 因為 局長 上一次的說法就是 全部都把它推給地方的警察局嘛 那我現在告訴你的就是 事實上你們都是在補助買這些東西 這是很清楚啊 所以你就是把它 推給地方警察局而已嘛 那沒有經過一個這樣的驗證 也沒有經過合理的評估 那引起這麼多的爭議 那到底現在的狀況要怎麼解決 那個根據老闆說這樣齁 剛才有一個叫執法單位 一個叫裁罰單位 執法單位是在警察 裁罰單位剛才談到公務總局 你是開出這張罰單對不對 警察在開罰單嘛 那個 但是主管單位是誰 是你啊 他在幫你收錢嘛 我跟 執法單位一定是警察 然後他的單到比如說到台北市 就是台北市交通局的裁解手 來採訪 那這第一個齁 那第二個是如果 如果剛才談到的 第一個 我就有了解 區間測速 他本身好像不是一個測量 他是一個速度器 對對對 現在就是說雷射 齁 然後雷達 或是所謂的感應的這個線圈 都在法定度量裡面 但是他就是沒有在裡面啊 對對對 那你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到底 你有沒有去跟這個標檢局去申請 沒有嘛 那沒有他現在已經上路了 那現在要怎麼解決 我請局長跟你說明一下 對 我想我再把 沒有局長你的說明就已經講過了嘛 你都認為說交通部公路總局沒有責任啊 我現在就是要問次長說 到底交通部 發了這麼多的錢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對 委員上次提到了以後 這裡頭 剛才有講到 其實他有裁決跟處罰 跟舉罰 所以他本身是兩個單位在做處理 那 上次有提到 我們附帶決議 我們公路總局在明天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局長 局長你看一下這一張啊 這些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花蓮這個是不是你補助的 是嗎 補助我們 桃園的這個也是你補助 600萬的錢 你就是補助600萬 現在後面這個也是啊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警察機關需要做這件事情 類似像酒測器 他酒測器他沒有這樣的錢經費 所以他跟交通部來申請經費 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頭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八條規定說 他需要這個區間測速的設備 那主管機關就是你嘛 罰單之後的主管機關 按照第八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八條寫得這麼清楚 就是你啊 就交通部來當財法 這個我ok 現在可能剛剛邱文報告說 為什麼要區間測速 對 來這個取代定點的測速 我知道 因為他有快慢快慢 你的規劃 你的規劃 這個見仁見智啦 但是問題就是你沒有放在 法定度量儀 這個儀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不合法的 他 他基本上沒有經過標檢局的檢驗嘛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 你還沒有經過檢驗 你就已經上路了嘛 那個 意思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才是會有問題嘛 那當這事情發生的時候 次長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齁 你要如果去告訴人民說 你的儀器是對的 沒有辦法 為什麼 什麼 因為他們不也有辦法去做檢驗 當你去說 人家的行車紀錄器 沒有辦法檢驗的時候 現在反過來 國家機關去採法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告訴人家說 你有被檢驗嘛 你完全不需要檢驗耶 問題在這裡耶 如果是在法定度量儀器裡面 的雷達 雷射 或是你的這些線圈的話 是逐一都要檢查 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你現在上路的這23個嘛 你有去檢查嗎 你需要逐一檢查嗎 不需要啊 所以問題在這裡啊 我跟教官方告 也不是都沒有檢查 對 一般 那你就是 我跟教官 就是 取氣聯絡完以後 他應該一般會委託第三 的獨立單位來做一個檢驗 那獨立單位在哪 當然 這是委託的 所以 人家就是要在標檢局裡面啊 這系統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 法定的 度量衡 如果你要 你要用的話 你根本都沒有去申請 就上路了 那現在人家如何相信 他本身不是 當然大家知道 為什麼 是因為你不去申請嘛 你不去申請這樣的 你用一個新的制度 上路了 你不去申請 你本來就有雷射雷達 那你不用去 你不去申請 現在才會沒有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 局長 他上次講的這個東西 是完全不講道理的 因為你不去申請 然後你就上路了 那這個作為一個限制人民 基本權利的東西 當然是不對的嘛 法定度量衡的意義就是在於說 你要去使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經過標檢局的檢驗 並且符合他這樣的程序 那後來如果出事情的時候 人民上法院去爭執的時候 你才可以講說 我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是通過標檢局的檢驗的 那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3月 從3月2號開始用 一支啊在這個彰化 每天開60張 一個月 都已經不知道開 這個一個月超過1000萬 那從4月4號開始 到這個4月25號還是24號 你說你把它撤銷嘛 撤銷1379件 第一個問題 那從4月3號 同一支彰化那一支 到3月2號 要不要撤銷 第二個問題 昨天那個彰化縣政府的警察單位 已經對外說明 那些他們都是 對嘛 那之後的嘛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 然後3月2號之後的 他們現在也都停下來了 他們會找所謂 剛才我講到的 有應該是中山科學研究院 第三公證人單位 去做相關的一個認證 認證了以後 然後再來做處理 那你現在還有幾支 你現在還在用的還有幾支 還有22支啊 對不對 你現在還在用的 要不要前面停用 那沒有經過法定度量衡器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剛剛議員這些意見呢 其實我們在明天呢 我們公共總局 會邀請相關的單位 包括執法單位 設置的單位 還有法令的單位 將警證署也好 所以你明天 或者是補助單位 我們會請這些單位 因為剛才講到 都各有各的權責 我們會把這最近 討論以後 跟大家提到相關的一個 所以你明天會邀請相關的單位來討論 這個討論是不是要包括說全面撤銷 或是全面停用 這個就是要看明天大家討論的一個結果 那我問你嘛 那到底這個要去申請 比如說你要做補救的話 你要用這個東西 要不要去申請法定度量衡器這個 是不是你就是這個全責 不然誰要申請啊 我在跟委員報告 你是主管機關 他是一個標準檢驗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經過這裡 如果你不去申請 你覺得有可能說 這一個檢測上 其實他不是在做一個 法定度量衡的一個檢測 所以你認為說 這個不是法定度量衡 他是在做一個時間的對時 對 那如果這不是法定度量衡 所以 他在外頭一再講 他是廠商內部的BUG的問題 那我問你嘛 你的測速雷達 你的測速雷達 你的這些現在的測速的東西 為什麼要法定度量衡 跟委員報告 測速雷達所用的雷達 跟現在的這樣的一個 區間測速所用的儀器設備 就是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東西 新的東西 你要把它套在同一個標準 一直在講說 這個標準要不去申請 那我問你嘛 人家問你說 你有沒有去檢驗的時候 你要怎麼講 因為你根本 就沒有通過標檢局的檢驗嘛 所以人家去問說 為什麼3月2號開始 其他這些 沒有跟4月3號到24號 一起撤銷的時候 你講不出來啊 對不對 因為 如果你沒有通過標檢局的檢驗 你又要如何能夠用這個東西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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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地方是在執行這個公路總局 交給他的工作 你推給這個地方 這個警局要做什麼 然後你其實很清楚嘛 這些買的這些東西 都是公路總局或者是交通部的補助去買的 甚至說當初來做的時候 也是公路總局的段長出面講說 他就是這個區間測速的推手嘛 所以現在在推這個責任我覺得非常不夠意思啦 讓地方的警局被罵臭頭 然後公路總局都不用負責任 這不是一個這個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要去妥善討論 我們明天在委員的這個要求下 我們主動召開會議來要求 我現在請次長真的要正視這個問題 要不要全面撤銷 要不要全面停用 你沒有經過一個合理的評估 沒有經過驗證 沒有法定度量衡期 你說你就已經上路了 然後讓這麼多的這一個人民 然後對這個警局去抱怨連連 然後你自己還躲起來 這完全是不對的 對 我想說一舉啦 沒有說 我想說你要納入這一個東西 可能要在他所謂法定度量衡器 這個本身的定義啦 是啊 我就跟你說嘛 現在的測速雷達 你現在他在執法的這些超數的東西 全部都是法定度量衡器 通過標準局的解驗的 他這樣齁 他到底有點不一樣 有點像e-tag 他也不會有什麼法定度量衡器 你這個就是拿來 他們的時間來做比較 沒關係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請他們把這個也拿到他們明天的討論裡面 好不好 請相關單位來認定說 因為他要去正視這個問題啦 不是說都推給警察 了解了解 好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現在請正天 好 謝謝